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熟练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 就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 也是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 我们的党员当中 很多人是经历过万里长征的 其中绝大多数党员都经受住了考验 然而长征对于个别党员的影响 却是相反的 在经历过长征之后 他们对这样的艰苦斗争 害怕起来了 有的人甚至在外界的引诱下 从革命的队伍当中逃跑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 这是由于我们的党员 社会出身不同 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 因而就会形成不同的品质 他们对于革命实践 各有不同的态度 立场和认识 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用的主观努力和修养 是不可或缺和绝不可少的 这就要求我们的同志 对困难要有足够的准备 要学习和熟练地掌握马列主义原理 而事实上 对于这种学习 在我们的队伍当中 有几种人怀着几种不同的态度 有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 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 而只是肤浅地 学习到马列主义的词句 而另一种人 他们不以背诵个别原理和结论为满足 而是自觉地站在马列主义坚定的立场上 身体力行地去指导一切革命斗争 改造现实 同时改造他们自己 他们勇于承担责任 也不惧怕批评 并且为真理而战斗 即使他们这样做 暂时于己不利 因为拥护真理 而受到各种打击 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 而使他们暂时孤立 但他们依然能够逆潮流 而拥护真理 绝不随波逐流 按照党章的规定 只要承认党纲和党章 交纳了党费 并且在党的组织中 担负一定的工作 就可以成为党员 但是要想成为一个 够格的党员 这样做就够了吗 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要想做一个 合格的共产党员 就需要在无产阶级的 革命斗争中 进行各方面的修养 而进行这些修养的目的 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 忠诚纯洁的党员 一个胜任使命的党员 一个永远为人民所信任 所拥护的好党员 同志们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保护个人 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 我们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奋斗 共产党员的这种胸怀和气魄 是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的英雄豪杰 所不能比拟的 只要我们紧紧的依靠人民 全力服务于人民 就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 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大段工程 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 可以完满地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 全部工程 主席 我刚从马列学院回来 少奇讲的他那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反应强烈 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正好 我也快看完了 确实是篇好文章 提偿正气 反对邪气 我看应该尽快发表 好 我马上就安排 印刷发行 真没你记着 我刘少奇发誓 这辈子 我一定会写一篇大文章 好好地谈一谈 这个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问题 好 等你写好了 我第一个读 第一个看 爸爸爸爸 今天有个外国人来学校看我们 说爸爸写的这本书 是共产党的圣经 爸爸你哭了 爸你怎么了 爸爸呀 在怀念你们的妈妈 十年前你们的妈妈曾经讲过 说等爸爸的这本书写完了 他要第一个读 第一个看 可是 爸 宝华 你的宝字 来自妈妈的名字 宝华 就是要保卫中华 一定不要辜负你们的妈妈 爸我记住了 爸爸读书的时候改名叫卫皇 也是保卫炎皇的意思 爸爸妈妈的志向 我一刻都不会忘记的 爱儿 爱儿 王华 现在要好好学习 长大了好好工作 做一个像你们妈妈那样的 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会的 爸爸 我们一定会的 主席 进来 主席 这是针对国民党的那个精神总动员 中央准备重磅推出的两份文稿 我修改了一下 请你过目 好啊 一份是 为抗战两周年纪念 对时局的宣言 另外一份 是中共中央制国民党书 还有 我自己也写了几篇署名文章 也请你过目 都拿过来 我们呀 把炮弹被阻 然后一发一发地打出去 少奇啊 门的这一手 反动派向来是打不过我们的 不过 你完成了眼下这个应急任务啊 还是要马上赶回话中去 毕竟 想要真正打垮日本鬼子 遏制顽固派进攻 最终啊 还是要靠捂着一手 我明白 我会尽快与组织部联系 争取多代谢干部 回前方 这一次啊 就要看你舞的这一手怎么样了 还有啊 除了多代一些干部 我呀 还给你准备了一员虎将啊 徐海东 好啊 另外啊 前段日子 恩来的胳膊受伤 在延安治不好 毕竟 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 很有可能去苏联治伤 到时候会带着一些孩子去读书 我建议呢 让宝华和艾尔一起过去 宝华呢 大了 自然是没有问题 但艾尔还小 去不去还要跟你商量 这样你去华中之前呢 后方的问题解决了 也好心无旁骛地 安心工作 谢谢主席 我这里啊 没问题 哥哥会照顾妹妹的 暗营和暗青啊 也在那边读书 而且经常来信 虽然条件是艰苦了一些 但确实能学到很多知识 宝华和艾尔过去之后 他们兄弟俩 也可以帮忙照顾 好 我来 我来 来 慢点 慢点 走 来 把箱子都往里面放 来 当心 安来 邓书记 少奇 少奇 这次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去苏联智商 还要捎带这么多孩子 这怎么能是麻烦呢 简直是一大幸事 是啊 我们本来就喜欢孩子 这些孩子啊 有一些是劣势一辜 有一些是父母有药物在身 不能来送他们 托我和小超 把他们带到苏联去 这一路呀 有这些孩子相伴 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了 是啊 那就辛苦你们了 讲哪里话 来 给我吧 来 爸爸 白儿啊 不哭 不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像妈妈一样 嗯 我忍真的 没哭 没哭就好 没哭就好 爱儿这都是人 爸 哎 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啊 我知道了 豫儿 好 你怎么说 好 你看 你不准我的 胖子 像我 你是不是 这好 太阳子 你怎么想 我们家 当然 你是 我 你不愿意 好 你 来 快来 一路平安 早日康复 孩子交给我们 你就放心吧 放心 放心 老华 艾尔 一路上要听周伯伯的话 记住了吗 知道了 老华 艾尔 宝华 记着在苏联要好好读书 尝些信 爸 爸爸 你就放心吧 我会让不好妹妹的 爸 爸 爸爸 爸爸 注意身体 爸爸 爸 再见 再见 爸 在送走了艾尔和宝华之后 刘少奇自己也踏上了征程 返回华中 投入到领导新四军抗日的战斗中去 下车 检查 这车上竟是区什么区 别晃 兄弟 我们是新四军检查组的 封明区战区 老子查的就是新四军 搜 慢着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怎么一点军规都不讲啊 什么狗屁军贵 你只不过是个中小 看见没有 我们是宪兵 搜 我看谁敢动 杨河 闯个硬诚啊 我看看今天谁敢动粗 吓坏了车上的孩子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愣着干什么 给我搜啊 谁敢动 把血海洞喊过来 去 搜 一边 连长 项目上贴着裆条呢 是不是 是 我看谁敢动我的东西 罗长 这车上全是我的私人物品 我看谁敢碰一下 我要了他的狗命 全给我滚下来 你又是谁啊 徐海东 听过吗 徐海东 小庆 小庆 他可是手将 是委员长当年悬赏 二十五万大员的徐老虎 徐老虎 你当真是徐老虎 瞎了你的狗眼 竟敢在我的脑袋上挠痒 首长 您的帽子 首长 不知道 吓吓气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怎么样 喝茶吗 不茶了 不茶了 都给我滚下来 滚下来 快 快上来 首长 要不您先上车 首长 没兵 到 到 请首长上车 是 请 您请 那我们走了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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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博 我们到家喽 怎么样 喜不喜欢 受不了 受不了了 赶紧把孩子给我吧 这简直就是遭罪啊 从哪儿讲 也不应该你给我抱孩子 捧帽子 我说徐老虎 今天啊 你可是差一点露线 明天坚决不能再这样了 你给我捧帽子 弄得我浑身不自在了 这对敌斗争啊 有时候就是在演戏 要演啊 我们就要演得像那么回事 这哪儿是我掩护你啊 纯粹成了你掩护我了 不行啊 明天你得跟我一辆车 孩子 让警卫员报 不不不 你是将军 一个人坐在驾驶楼里 舒服些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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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行 不且走 老徐 老徐 快去躺着去吧 你这是累着了 怎么了 试试 静消了 我这废啊 让反倒派给打坏了 快快快 快去躺一下 快 不是说要开会吗 我先找地方的同志 了解一下情况 你休息你的 走 快去躺着去吧 竹钩 共产党的这根刺 扎在我们肚皮上 已经快两年了吧 卫卫座 已经两年多了 该据情报反应 中国的中原区器官 也在这个竹钩 那为什么 不拔掉这根刺 军令部曾多次读领卫长官 武装取缔新四军 筑竹钩钩的留手术 但卫长官 已不愿意自向残杀为由 一直拖着 这个卫吕皇 去延安吃了人家一顿酒 到现在也醒不过来 给驿战区的汤恩伯下达密令 要他负责此事 是 没错 密令上加一条 不要胡虎 杀放由他们 是 别坐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队 总司令汤恩 执行蒋介石政府下达的命令 派部围攻竹钩 杀害新四军留守处干部 战士 伤病员 家属及革命群众 达二百余人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竹钩惨案 震惊全国 这一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 激起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极大分开 对于那些敢闹竹钩惨案的人 对于那些敢打击进步军队 进步团体 进步人员的人 我们绝不能容忍 必须坚决还击 幸亏我们撤离了一部分部队啊 否则这损失就更大了 屈抗日 却被蒋介石先捅了一刀 今天的华中 不比前年的华北啊 困难要大得多啊 都变得这么重了 怎么还要来啊 心里有事急啊 躺不住 对了东平啊 你就在门口等我 我有事和少奇说 刘大哥 老虎 你听说了没有 朱狗发生惨案了 我半年前啊 刚从朱狗离开 那里有一对母子 他们时常会叫错我的名字 不是叫我活佛 我就是叫我活佛大叔 后来啊 我们还一起在院子里 种了一棵石榴树 那棵石榴树长得好啊 你这不值得了吗 那棵石榴树 都不值得了 把这个老叔再交出 蔷园 你不怕 你说出来 你不怕 那是我们的小严寒哪 我有多少年轻的同志 可恶 国公领党早就建立了 抗日统一战线 这苟日的蒋介石 不想着怎么打跑小鬼子 反正想着怎么脚避新四军 朱沟残足以证明 蒋介石除了尚存一些民族主义 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 是一点没变 海东啊 你考虑过没有 有什么办法可以一举三德 一 有利于抗战 二 有利于反击顽固派 三 有利于我们夺取 革命的最后胜利 这小鬼子还没有打跑 就想着怎么夺取胜利 小鬼子早晚有一天会被打跑的 但是在那之后 国公两党之间 难免还有一场较量 六届六中全会上 中央已经确定了 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开展 敌后游击战争 要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我们离开延安之后 我是了解了一路的情况 想了一路的办法 前些天 我和在江苏共同国的同志们 谈话的时候 对于如何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 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先说给你听听 你看有没有道理 然后我们拿到会上去讨论 你讲 你讲 我是这样想的 为了能让大家看得明白 我在这里挂了一张图 显示的主要是 玉碗苏结合部 江苏北部和山东的关系 这玉碗苏边区 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根据地嘛 看来老胡 要给我们上一堂军事地理课 笑什么笑的 都好好听一听 一会儿吓你没叫 中央提出 发展华中的战略 这个发展 首先有个发展方向的问题 目前新自军 被分割在日战区和国统区 几块狭小的根据地内 随时存在着 被人家各个击破的危险 那么我们如何发展 才能将这些小的根据地 变成一大块根据地呢 可以向北发展进入华北 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而向西发展 会与国民党第一战区 和第五战区发生冲突 那么渡过长江 向南发展的 又会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限制 剩下的就只有一个方向了 向东 对于游击支队来讲 从玉碗苏边区向东 则是向江苏北部发展 这苏北啊 不但地域辽阔 有着纵横回旋的广大空间 而且它完全属于敌后 新四军有足够的理由 进兵这一地区 打击日军 往长远看 无论是在抗战时期 还是在战后时期 这苏北都将呈现 极端特殊的战略意义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 向东越过这条金浦铁路 东进 东进 再东进 大胆地插到敌人身后方去 创建苏北根据地 少奇的电报奖 只要拿下苏北建立根据地 不但是华中 华北 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 便与我军纵横支撑 而且在战争发展到反攻阶段 也极大的便利于 我军自如转兵 由海陆和陆路率先进击苏北 给少奇福殿 要求整个江北的新四军 都要广泛 迅猛地向东发展 一直发展到海边去 一切由日寇 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地区 都要坚决地 尽量地 但是有计划 有步骤地去发展 怪不得胡胡同志 不断地向我们了解 从中原向东 走哪条路线最好 原来是早就注意到了 从玉碗苏的边区 直插苏北的这条捷径 可玉碗苏根据地刚创建不久 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 现在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向我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向东用兵 是不是实际不太对 尤其支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组建起七千余人 而且是相当正规的部队 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根据地长不过十五里 宽不过五六里 敌人的一发炮弹就给打穿了 所以要想真正地巩固这里 我们还是要把主力 放在发展上 尽可能地扩大我们和敌人周旋的空间 关于华中发展的方向问题 新四季军部的设想 和老胡同志很不相同 在未达成一致之前 我们是不是应该暂缓行动 军部的意见 主要是向英的意见 他与叶挺军长的想法 也有分歧 未必就代表军部吗 新四季坚持在晚南 稳扎稳打 这一不会扰动国共合作的大局 二来呢 随着战争发展 我们还可以向南 去争取天幕山脉和仙霞山脉 我的看法是 新四季目前不必觊触 招兵买马 不宜北渡长江 更无必要向苏北出动 反对招兵买马 反对深入敌后 只意味地坐在国民党的怀抱里抗战 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 在离开沿岸的时候 毛主席找我和海东同志谈话 明确重申 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 扩大人民武装 独立自主的建立抗议民主根据地的总方针 还特别强调 这一方针关系到新四季的生死存亡 一定要坚决执行 你怎么了 不舒服 没事 老胃病烦了 气得 看你说的 有不同意见 很正常 其实大家对你们中原局的工作 还是很佩服的 大概是你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 我们这些耍枪杆子的 对你有些信不过 那我们就看看 打他一仗 进 好 玄丰 听说晚上你没怎么吃 给你送个热汤 暖到位 好 谢谢 谢谢 雪峰 不忙 不忙 来来来 到这边来 游击支队若是暂时不能东进苏北 那么我把淮河以北 龙海陆里南 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力量 包括八路军开到陆南的两个大队 统一化归你指挥 你们其中力量先行开辟永城 夏义 萧县和苏州 这四线根据地 你是要我们就地发展 是要你们暂时就地发展 一两个月之后 你的主力还是要东进苏北 来 老公 先把它喝了 谢谢 谢谢 主席 主席 江北指挥布电报 少奇他们那里出现了复杂情况 什么情况 少奇刚刚到达晚东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 和安徽的李本一 就率部从东西北三面 向晚东围继 企图用武力 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区啊 吃了没有啊 吃过了 少奇他们准备怎么应付啊 少奇原准备调集部队 以包围打破包围 并控制东进道路 但突然得到情报 日军第六师团一步 由南面兵分三路 向晚东我军发动进攻啊 第六师团 就是那个攻陷南京 在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 第六师团 是啊 正是这支术军哪 少奇这第一仗就遇上个强敌 还是个死敌啊 打 狠狠地打 绝不能放过这群恶笨屠夫 我们呢 暂时把国民党的事放一放 集中力量先跟小鬼子算账 目前日军由除县 沙河集 全焦 向我第四第五支队进攻 途中 驻全焦县古河站的国民党李本一 不这儿道 日军仗其装备优势 非常的疯狂 一路上烧杀抢掠 三天前 已侵占我金浦路路西 根据地的前哨周家港 已逼近我万东中心 欧塘地区 小鬼子这次 兵力多来世兄 我看 我们不要跟他硬拼 最好是跳开他的主攻方向 在其侧面精心寻找战机 充分地利用地形优势 猛击他的软肋 然后迅速转移 在移动当中反复袭嚷 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小鬼子 鬼子分兵所当 我们完全可以有选择地 先打谁 后打谁 掌握主动 我完全同意胡福同志的方案设想 我们熟悉晚东地形 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在根据地与小鬼子周旋 天时 地利 人和 我们起码占了两条 我也同意胡福同志的作战方案 海东 怎么样 又不舒服啊 我不同意老胡同志的安排 四大胡福同志来到晚东之后 就一直在讲抗日要有个家 而咱们晚东的这个家 才刚刚搭了个架子 敌人就大动尴尬 要摧毁他 这次如果不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那敌人的气瘾会更加地嚣张 今天扫到这里 明天扫到那里 三扫 两扫 咱们这个家就全扫光了 尤其是带着敌人 在根据地内打转转 最后连弹弹弓弓 都会被砸得稀巴烂 我认为 这个第六师团的鬼子兵 现在正处在郊野疯狂的风头上 咱们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一点 出其不意 公积不备 狠狠地迎头揍他狗日的一顿 打得他魂飞魄散 不敢再轻举妄动 好 就按海东同志的作战方案 迎头通缉 这样可以尽量缩小 鬼子扫荡的范围 缩短扫荡的时间 减少人民的损失 我建议 海东同志 尽快拿出作战方案 并以海东同志 为战场的拳权指挥 负责阻击日军中路的 是我第四支队第九团 他们的任务 是扬装成我军主力 又使扫荡周家港西北 和西南的两路日军 向我军包抄 而我第七团 分兵两处 在日军奔进途中进行复击 并边党边将主力 悄悄转移到周家港 至复兴级中间的山地之上 不只成决战口袋 当阻击的第九团 第一次撤退 把日军引到山地之后 则予以更大规模的伏击 同时 分若干个小分队 分段预复在 日军可能溃退的 所有道路之上 反复打击 追击逃体 好啊 多路设服 不断转进反复打击 这真是一个 一气呵成的玄妙打法呀 这两路伏击部队把鬼子放过去 等鬼子到达玉平山时 第九团隐蔽撤出 让几路鬼子自己打一阵子 同时 九团抽出一个连 夜袭复兴级 丢同敌人 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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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第四支队 在司令员徐海东的指挥下 利用长山岭 玉平山 周家岗等地的地形优势 好啊 用伏击 袭击等战术 雨敌激战三天 最终破敌撤退 收复了周家岗 大马场 骨河镇等要地 这个徐老虎啊 三天时间 只用了一个支队的两个团 就打垮了三倍于我的日北军 了不起啊 周家岗一仗 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多 还活捉了一个日军小队长 而我军只伤了二十二人 牺牲了十人 晚东根据地啊 不仅没有缩小 还借着追击日寇 这些人 都扩大了许多 部队从七千猛增到一万人 连地方部队都发展到五千多人了 那些逃跑的国民党 都看傻了 对了 这个骨河镇原本不是李本一的吗 还给他 什么 还给他 嗯 国民党丢掉了地盘 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 再还给国民党 还给他 胡福同志 尽管有一个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 但正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朝的当口上 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了 就是因为准备对付国民党了 所以才要把这个骨河镇先让出去 同志们 这次的周家港一战 是我晚东新四军参战以来 第一次以首胜多大败日寇的胜利啊 这一仗打得是勇猛顽强 灵活激动 有进有退 有攻有守 有鼻子有眼呢 好 我们要好好总结 争取在今后的战斗中 仗仗打出彩来 下面 有请我们的徐老虎同志讲话 好 兴兴啊 虽说这一仗打胜了 但是我很不满意 什么破烂第六师团 跑得比狗还快 分了几段追击都没追上 才消灭了区区一百六十来个鬼子 还有 这一仗 咱们的伤亡虽然不大 但是弹药的浪费严重 我算了一笔账 仅仅第七团 就打掉了八千雷发子弹 相当于八十发子弹 才撂到一个鬼子 这也太不划算了 我们还搅和了那么多子弹和炮弹呢 对吧 同志们 对啊 对啊 搅和归搅和 不能掩盖我们枪打不准的毛病 经过这一仗 各个部队给我回去练兵 下次再有这种八十发子弹 才击毙一个鬼子的情况 可别怪我徐老虎的马鞭 给你的屁股有仇 军事令员 同志们 周家港的战斗 好 才刚刚开始 咱们还要继续打下去 党中央 毛主席 还有中原局 要求我们一分钟不要停的东进 东进 再东进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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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四六人 七四六人 首长 首长 怎么样 还没有醒过来 是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海东同志给救过来 是 不过 想尽一切 到